精彩影片开始前,请您先订阅赛哥情报员频道,这是对我们最实际的支持,与制作影片的动力,爱你哟。 话题3,从外观是否可以判断出一只鸽子的优劣?从一只鸽子的外观是否可以判断出它的好坏?这就好比有人问你相不相信算命一样。 多年以前,有好几位相当有知名度的台湾歌友到比利时参观当地的知名歌社,当一行人来到赫赫有名的凡布利安娜歌社参观时,凡布利安娜发觉台湾歌友在观赏歌子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看歌眼,而且看得特别久,瞧得特别的仔细,凡布利安娜感到相当的好奇,忍不住就问台湾歌友说,请问你们看歌眼看得那么久到底在看什么呀? 台湾歌友回答说,当然是在看歌眼漂不漂亮,结构好不好? 凡布利安娜听完台湾歌友的回答后走入她的种歌社,抓了一只斑色种歌回到客厅对着台湾歌友说,麻烦你们帮我看一看这只鸽子到底好或不好? 台湾歌友每人轮番看了一遍,大家左看右看瞧了老半天,始终就是无法看出一个结果来,更没人敢断定这是一只好鸽子, 因为这是一只属于类似全白鸽眼睛的鸽子,黑木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一只参加过波城875公里国际赛,唯一当日规返的博马鸽, 它就是在国际歌台享有盛名,家喻户晓的凡布利安娜又牛号 要成为一只优秀的鸽子,它必须具备多项的优良条件及一些良好的特质汇集于一身, 且有些条件与特质是属于内在的,如个性、智力、潮性、毅力等, 若想要从外观来判断出一只鸽子的优劣肯定是有它的难度存在, 其准确性更是令人存疑,否则就不会有人用全包的方式来插案组了, 更不会有人的重资的购入纪录歌或所谓的原配对歌来强化自己的竞详实力。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多少人在插案组的时候插了一大堆, 就是不插自认从外观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那两只, 结果比赛到最后真是,神准,向来入赏就是那两只, 这样的情形差不多每位歌友的身上都发生过,且至今从未间断过。 或许有人会说,明明就是有人从整除的选手歌中只挑几只来插案组, 其结果就是,准,回来入赏的就是那几只, 或有人用廉价的方式从歌店挑买种歌, 一样可以做出可入赏的下带来。 其实未经过数学正确统计过的任何一个现象, 有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假象罢了。 也许经过数字统计后,你会发觉偶尔,挑中,或偶尔,差得准。 并不足为奇,更谈不上所谓的准确, 这就好比有一张考试卷,题目全部是100题的是非题, 然后我们叫了一个不认识字的文盲来圈选, 结果他圈对了十几二十题,甚至三十题, 你能说他懂这些题目吗? 有猜就可能会猜中,这是几率问题, 若要测得准与不准,正确与不正确, 就得由数字统计来证明了。 其实如果单以静祥成绩的好坏来评论一只鸽子的优劣, 要判断出好鸽是相对困难的, 毕竟在几千只甚至一万多只的选手鸽中, 比赛到最后能回来入赏的也才那几十只而已, 反之在这样的标准下, 要判断出劣直鸽可就容易也准确多了。 以上养割争论话题,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建设性, 可是它就是养割着永远争论不止的话题, 显然它已是静祥过程的一部分, 或许它并不重要, 可是如果没有了它, 养割争论则将失去了乐趣。 既然是争论话题, 当然就是属于比较不易厘清的问题。 或许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 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也说不定, 不管怎么说, 玩物者必然会有玩物者的话题, 且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相同或不相同的看法, 只要大家在争论话题时都能保持君子风度, 不要强迫别人一定得认同自己的看法, 也不要认为只有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养割净祥不止可以令人紧张刺激, 兴奋雀悦, 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高尚的运动。 如此类价就是说, 也就是收缀残意满面的须别的景色, 打分敏请充兄不开 sao吗? 这薄短中一个人彻为让予你一个程序, 没 spreads support and win, 但感恩了即使当 SPEAKER又戴 dumb你的呈 centimet的运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